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室 那么等一下我先把setting跟往常一样 坐好先,大家等我一下 OK,好 OK 好,那么现在的时间是10点钟啦 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都在线上啦 等一下我先check一下所有的声音 全部东西都是不是清楚先啊 大家等我 OK,不晓得大家有没有 OK,声音还不错声音还不错 那么呢,现在我先把这一个 大家等我啊 OK,把我们的直播先把它给share出去 在我们telegram先 OK,那么等一下我们就开始哦 各位,那么大家呢 如果心里面有什么疑问的话 那么我也鼓励大家啦 在这个时候呢 可以呢,就是来发问 那么今天的时间是留给大家的 今天时间是留给大家 那么呢,我会来 回答大家的疑问哦 那么如果你有什么疑问 那么你就问吧 那么我会尽我的 尽我所能啊 我会的我就分享啊 那么不会的就没办法啊 那么就要另请高明啊 那么我做得到的我会尽量的做 那这就是我觉得说 在人生啊 都必须要去执行的啦 不管我们今天是在什么样的行业 都要把我们自己的功课给做好 好,那么讲到这边呢 我先看一下有多少人谁已经进来了 我看一下 哎,哈啰,Thomas Heng Ong Hwan 还有我们的 Hong Kien Tei 跟我看到呢 我们的这个 Yen Ni Happy Chin 我会我很喜欢你这个名字 Happy Chin Happy就是快乐啊 做人最重要就是要快乐 非常好的名字哦 我去到 Fukyong Chu 是不是真的是你名吗 OK 那还有我们的 Kenny Tan 跟Bosco Yong Wong Chan Hong 跟Rona Yo Kenny家豪 哎,家豪 看到你了 老师看到你了 那么还有我们的志华 Sui Hong Sean 嘿,你好 Sean 还有我们的 Hoon Cai Irene Liu Xin Hin 然后老师好 Tiu Sui Hong 你好 你好 那么很开心 看到大家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好了 大家一起发财 大家一起身体健康 John Wing 那么还有我们的 Wong Lili Sui Hong Zi De 7081 哇,这么快啊 一来就是Pama了 OK,来来来 等一下我们才讲 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你给我一点时间 我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先 不用急 不用急 今天晚上时间都留给大家 都留给大家 所以放心 我们可以聊天 今天我们可以聊天 所以你看我都比较轻松的 今天我都比较轻松 OK,大家等我一下 我看我的这个video 好像是又跑掉了 我要把它给稍微给点一点 好,那么呢 大家有进来的 鼓勇们就麻烦你了 就是不要吝啬自己的分享 那么就把这个直播呢 就融烈的分享出去 那么现在呢 其实我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晓得大家最近还好不好 最近还好吗 因为为什么我会这么问 因为我看到呢 有很多人 尤其是在这个疫情的冲击当下 那么有一些人都活得 就是可能有一些辛苦 那么有一些人就没有什么改变 那么当然也有变得更好的 那么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很喜欢 很喜欢的就是常常说一句话 我们人啊 尤其是现在的时候 活得要像水一样 要像水一般啊 那么就是你知道水 就是看到有阻碍的时候呢 都会呢 就是把它给分开 那往一个比较 选择一个比较对的方向去走 那比较柔顺 那么也比较柔顺 柔顺就是比较随眼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在现在呢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大家的心里记得 一定要听我讲这句话 非常重要 必须要 以正面的思维 跟正能量的一个方式 去应对它 相信我 疫情过了之后 肯定会有更好的明天 好了 那讲到这里呢 我先来跟大家 打个招呼 然后顺便 来看一下 有谁已经进来 那么 等一下我就先讲 看起来有这么多人 都很想知道这个 Pamaniaga 那么我们就先来聊 这个Pamaniaga 然后过后呢 我们就来聊 大家想要聊的 我也有看到有一些人问我 A50指数 恒生指数 我都还记得 有人问的 还有人问我说 那个 Supermax 跟这个Top Road怎么样 那么相信 可能是在之前 疫情之前买到的吧 那么我也不晓得 我们这位股友 那么呢 我都会一一的 为大家解答 那么放心 那么最后一次 跟大家忽略一下 我们就要 差不多要开始了 就是大家呢 赶快分享出去 给更多人 能够进来 那么今天晚上 看我能够帮多少个 我就帮多少个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来到这里呢 首先来看一下 我们的Apple 还有明凤 还有通话 全部有 通话也是问爬吗 没关系 一样 那么等一下我们来讲 那么洪春 还有我们的 Lalian Lee Lilic 跟我们的Gary Gary 辛菜 Hello辛菜 看到你了 还有我们的 Chueng T 梁龙龙 还有 Ako Akim 还有很多啊 全部进来了 还有 MYEG Benson Benson是我电台的朋友 是吗 我还记得你 你看很多个有跟我 大概有跟我讲过后 我都会比较记得你们 我记得那时 那时你好像是在 是你吗 我忘记了 好像是Benson吗 我忘了 不懂是不是你了 在那个店 有问我说 还有没有去电台 好像不是你 还是另外一个穿白色衣服的 OK 没关系 我们开始了 那么呢 还没开始之前 一样啊 我先来一个 Discrement 以上以下 跟之后 我所分享 所有的金融产品 都是我个人经验的分享 那么并非任何买卖的建议 那么如果大家 买卖任何的股票 期货 房地产汇率 任何东西 等等指数 或者是商品 我就正式开始 有人叫我先喝水 对我喝多一点 你也知道我一讲了 过后就是很少喝水 对不对 我们首先呢 我们先来 聊一聊Parma 那么其实我看到 大家最近都非常的关注 之前我有跟大家 稍微分享的时候 可能 大家都没有什么体会到 都觉得说 哎没什么啦 那么呢 过后 当然有一阵子的时候 我们先来讲一下 Parma的故事 买了 那么有下跌 因为呢 政府说 可能他不要用这个 Sinovac了 对不对 就是说 可能不会再跟Parma拿货了嘛 那么股价就下跌了 下跌了过后呢 就最近啊 政府又要跟他拿一个 600万计 那么这600万计 其实是没有在 这个6月的 这个Quarter Report里面的 当然有很多人就说 很惊讶 为什么这个Quarter Report 没有说很好很好很好 那么这个是很正常啊 因为他没有把他 还没有加进去嘛 这是第一点啊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说 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的 就是他现在也是有在申请着 for一个12岁到17岁啊 就是说要打 就是说现在的 我们所谓的 比较小孩 比较大一点的小孩啦 12岁以上啊 都希望说可以赶快接种疫苗 为什么 因为在美国那边呢 其实那个疫苗啊 就是因为没有接种到小孩子 知道吗 然后他这个Delta 它它传染的时候 它开始扩散的时候啊 其实我跟你讲 小孩子真的很可怜 真的很可怜 这个疫情啊 我跟你讲 最担心的是两种人 我最担心的 第一个是小孩子 第二个是怀孕的孕妇 这个是我最担心他们 我直接跟你讲 这是我每次一想到 我的心都很酸 都很担心 都很怕 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子没有办法 他太小 他又不能打疫苗 那么你想象啊 其实有些怀孕的人 你懂几个害怕吗 你去想 你如果今天啊 有人在你身边是这样 你问他 你就会明白 这里我就不多说 那么呢 Pamanyaga Remenu 其实它的那个 Remenu你懂了 这个我就不需要解释华语了 有差不多涨了一个 up了一个82个percent 就是82% 其实也是算不错的哦 那么还有就是他的那个 净利啊 净利有差不多上了37个percent 那么未来很多人说 ok嘛 刚才我们提到12岁到17岁的 那一个群组啦 他Pama现在他在申请着啦 如果说真的是可以打 那么他可能还会有一个600万计 那么600万再加600万就是1200万 是跟之前啊政府跟他order的那一个数目是差不多一样的啦 那么呢如果真的这个来的话那么呃他的月计会不会好 这个就你们自己不用讲了嘛这个大家都应该清楚知道吧 有公司卖了东西不赚钱的嘛 这是比较少见啊 那么呢啊 另外就是他的这个啊医疗设备 那么医疗设备呢其实我们的啊政府医院啊其实很多都跟他拿的啊医疗设备包括triple p啊大家知道是什么哦 那么呢就还是有赚钱的 那么如果说今天你不要讲疫苗 当然那个我相信还是有赚啦 所以呢基本上这个消息传出来过后 我是觉得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负面消息啦 所以在故事方面没有什么负面 那么盈利方面也是正常 趋势还是在啦 我们每个人都要打疫苗的嘛对吧 那么这样子来看的话应该是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啦 那么之前我们担心的那个政府是不是会换政府 那么看起来是已经呃 高了一段落啦所以应该没有事情了吧 然后没事情了 现在最主要大家要关注的是政府咯 政府对他跟他们的一些协议啊等等这些 啊你们大家要去注意的啦 那如果没有的话应该就是没有什么负面消息啦 这个是我看到了 那么趋势仍然在啊趋势仍然在 那么当然有人问我能不能走long term 那么这个是见仁见智 那么疫情的东西其实他是 他majority啊我们讲他的profit有多很多出来 也是当然有一部分也是因为疫苗啦 那么这个疫情会多久我们不知道啊 那么看起来会慢慢淡下来这个是肯定 那么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呃他应该就是比较偏向中期的一个 一个投资模式啊一个投资模式可能我不知道疫情啊这个你问我没办法跟你讲啊 那么当然呃你讲long term你就要注意看的就是他会不会盈利继续的有咯那继续的有就没有问题咯啊你要注意看这一块也所有的公司都一样的啊都一样 然后mine eg哦 Benson我有看到你问我啦啊 诶Aaron看到你啊Aaron 我的我的我的学员全部我都会记得哦 诶没有问 好久不见我我的我的朋友哦也是哦很多哦 ng也进来哦 ok啊 Benson那么啊mine eg哦 我可以跟你讲啊 你应该要收啊如果你要收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mine eg哦现在政府已经比较确定了嘛 比较确定没有太大的问题那mine eg也是开始有在转变啦他们做的东西那么有一次有一次的时候我跟你讲很好笑的一个故事啊 那时候我想要去还我朋友啦所以说要还然后跟我跟我一起啦因为我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所谓的要还钱啊不管你是保鲜啊summon啊什么都可以出myeg还的嘛 那么我跟他也是有一些payment要make啦然后过后呢那时候就去去check check了过不能pay呢那时候是在covid 而且是mco1的时候啊mco1的时候那段期间 然后我很紧张然后打电话去问他讲哇现在人手不够啊系统到啊很多东西不能做 所以那时候就很紧张 然后说哇死了mine eg还可以吗还行不行哦 哇很紧张哦那时候他也是有买mine eg的股票了啦 所以我只能说mine eg哦如果你能够等的话啦它是一个我们说 没有大没有大风大浪的股票来的 因为基本面也还快ok我看过我就直接跟你讲我不要浪费时间再去开起来 那么我熟悉的我就直接讲没有大风大浪的他基本上就是稳稳的咯你收了过后稳稳但是你看咯他的dividend会不会跟往常一样啊如果他缩水他dividend 这样你看你还要不要收他咯 因为基本上还有别的地方如果dividend比较高那么你要收你可以换去dividend高的也可以 所以你要看啊如果今天你买mine eg是不是为了dividend 那么可能说呃喜欢那种没有大风大浪的啦啊股票啊这样子就ok咯然后收一点点dividend然后 就是让他慢慢上去这个没有问题啦这个就ok 我看一下哎现在现在进来了我看到了现在哦 啊还有我们的金用啊okok这边解释完了看还有什么股啊 哎Mr.GoBKGo哈啰我看到你了我全部我的那些有些学人我记得啊 你好你好你好 啊对啊我想到你了刚才你有问我那个啊那个中国的 中国指数啊中国最近是这样啊 中国最近哦跟你讲他闹一个东西嘛就是不是说闹啦 其实他们只是提早做准备 因为美国哦现在的情况咧呃他们啊来临啊这个月你要注意一下啦 来临这个月他们的meeting咧他们其实应该会讨论那个啊减少啊要不要提早减少那个购买我们说那个啊 啊那个国债啊那个国债那么其实呢这个东西啦啊如果他真的马上减少啦股市是会下的 我先跟你讲这个是啊2013年曾经发生过但是你讲我们东南亚国家跟亚洲啦啊下的幅度应该不会这么多 那么malaysia我觉得也不会说太大啦也不用太过担心啊所以呃比较多可能是会在美国那 那美国跟欧盟去那一块啦那么当然呃中国他是做什么中国他本身呢他在这个教育方面哦我们所谓的education啊之前做教育很赚钱啊在中国 哇真的是超级好赚你懂他们这样子赚钱吗教育因为是这样子啊有很多那种做private的咧他们就很好赚哦 然后有为什么很好赚因为有钱人哦他们送孩子去补习嘛所以送孩子补习他们就赚钱嘛那么现在政府是开始要打压了包括一些高级的那种我们讲大学啊他们有些有钱人哦为了要给自己的孩子进大学啊要讨到啦他就要住附近哦住附近你懂过附近的那些 property啊我卖要贵到要死哦因为他有这种 demand嘛有人为了要进那个大学嘛他就发展商就在那边见见了就卖到很贵 然后呢就变成说有钱人的孩子就比较好命咯有的读那种名校啊然后又有钱可以请补习老师啊那么中国那些比较说比较辛苦一点的中中级以下的那么怎么办呢所以你都知道中国是比较太比较fair的啦比较公平的一个国家啦所以他就说现在这样子咯就是没有了你们这些private的话你跟我回去回去学校也是要交要帮忙不管 有没有钱你都要交啊啊有没有钱的人都要交那么房地产那边呢他就打压那些developer啦你明白咯现在这样的情况就是你不要跟我讲你在这边你要建要建硅硅卖硅嗯不可以控制然后房地产中控制教育中控制还有一个什么科技咯你看之前我们讲马云啦你应该知道了我讲这个故事你们慢慢听你就会明白等下我讲那个指数会去什么点你就大概就会明白点是很快的我讲不用到几秒钟但是我给你 你知道为什么这样讲不然说我自己讲自己爽面不可以吗我肯定啊我们趋势方面我有理由的那么啊这个technology科技之前马云呢在那个阿里巴巴啦啊啊中国其实是这样因为以前他们中国希望要起来嘛那么中国起来之前之前也是说靠美国啦大家互相合作嘛 那么在科技方面他也看到美国很好他就很努力咯去去拼哦去做然后做做做了过后咧就成功了就是说那个啊美国那边哦就呃就是有一些科技中国学到那么中国就很努力把它矿冲到很大当然你可以看到现在的科技啊中国不输美国了我跟你讲可是危险什么危险呢就是科技比方说好像马云啊啊啊就控制权太大了你在中国你不可以啊超越那个最大那个人的 所以变成是科技方面呢就有啊那种腾讯啊阿里巴巴啦滴滴啦什么都有啦啊这我不讲啊你们都知道中国有多少个technology的太多了然后之前就说要要要做一个蚂蚁出来对吗你看被打了打压到极辛苦所以他们就开始打压这个科技那么啊当然啦中国打压肯定中的就是中到香港也是会中哦所以因为这样子呢香港暂时我跟你讲啊是看跌的香港指数是看跌的啊你要记得这个东西 直到他们这三个东西啊他慢慢修复回去啊当然啦也是全世界的一些啊问题就是Delta病毒啦也是知道哦那么啊A50呢就14500因为之前跌到太凶了所以现在他的14500的这个支撑点啊在A50的指数是很重要的如果他没有跌破啊14500啦我跟你讲他有机会上去的你要注意一下啊那么但是他上之前他肯定也是要有support啦就是有 东西去支持嘛所以什么东西去支持他就是他必须要有啊就是说我们现在最重要的第一个东西就是病毒他在卫生里面跟他控制这个这个我们讲疫情的啊方面控制到怎么样当然我是个人的觉得啦我是觉得说中国控制到蛮好的咧 他不像我们嘛谁要打疫苗都可以马上去打嘛我们就比较辛苦对吗但是现在也比较好一点了啦我们呃平良心说啦啊现在马来西亚也已经开始慢慢好了啦之前就是说比较有多人打到疫苗啦之前我可以讲真的很可怜啊很多人想打你们有没有有有的人在下面写一个等到活而也谢了啊哈哈哈有的人说等到活也谢了有吗有的话你就写活谢了啊活谢了给我知道有没有 OKso这个是toyment啦啊soA50咧总结来说是14500那个支撑点support你要注意的看有没有跌破啦A50啦中国那么香港不用去看啦香港暂时我是不看好啦我直接跟你讲不看好那之前我们在上那个是期货班吗这有期货班学生啦哎有你们帮我打啦你记得那时候我们上课的时候不是有看咯我们是看到的时候是下跌先嘛是吗那就有人跟我讲哎我的香港股票可能我要卖掉先啦还是什么 哎呦我不可以拜扣消货啦但是你看到了嘛至少应该知道要怎么去处理啦那么啊钟哨啦我看一下啊钟哨明天开跑老师今晚来给我们加油啊哈哈哈没有啦就星期日嘛星期日今天我也不懂大家好不好已经之前我比较忙之前因为我前几天哦我有FAQ我有那个什么叫FAQ就是每次上课啊学生他们有问题要问啊然后过后他们就会把那个问题send去给我们的团队的人然后很多啊那时候很多提议 我一定要帮忙全部回答到完了啊所以我就准备很多要准备好好啦你要真的要教人家你要教好我不可以开玩笑的这个东西教育的东西不可以开玩笑的因为教育这个东西对我来讲我是很认真因为教育是下一代你希望你的孩子哦你如果我是讲一句我们平良心讲究你希望你的孩子啊今天你给别人教的时候别人乱乱教呗你不希望吗今天不要讲小孩子啊大人也一样嘛所以他学的好他就会教他下一代学教他孩子啊男女朋友也一样啊 那今天20多岁你如果说给他学好他以后啊老一点点可能30多岁中年以上的时候不要讲老啦中年啦他就比较好命嘛他就会投资他会赚多一点钱至少生活不要这么辛苦啦要教他好不可以开玩笑啦这种不可以说为了钱啊所以很多东西就是赚钱每个人都想要啦我跟你讲啦每个人都想赚钱的啦这个世界有谁不想赚钱你跟我讲但是你赚钱啊你赚了过后你没有做好好的东西啊 你这这一生走了没有没有意思的啦OK我们来看一下哎你好你好什么什么烧焦啊我不知道你你煮啊你是炒东西烧焦啊哈哈哈打错啦我看一下晚上好我看一下啊很可爱啊你们真的Avantek如何看法啊LonardLonard哎Lonard又你好Lonard又MrLonard啊Avantek啊你要问Avantek啊给我帮你看一下啊你等一下我要给我这个 这个这个app出来等一下帮你看啊Avantek啊 OKOK来Avantek啊5204啊啊7毛多啦OKAvantek你等我啊我帮你看啊嗯OKAvantek的话呢如果说啊这个Lonard啊MrLonard啊如果说你是买来for好像炒作啊比较短期一点点啊比方说买他让他说上去啊 上去了过后你就丢然后或者说啊这个是短期啦什么叫短期就是有很多人玩短期的嘛就是说他进去 可能赚一个5%10%他走有没有这种人 有了吗 如果说Avantek啊你是走这个路线啊 或者说是走比较中可能到年底最多6个月啊啊这种类基本上是还不错 我觉得还可以考虑的然后还可以考虑的 然后啊但是啊如果你今天走长期啊你要注意一下先 啊你要注意一个东西吧 什么东西就是说 他接下来的这个盈利啊你注意看他过去在2019年的12月的31号过后啊 啊是吗我看一下啊对 几乎是一直盈利进来的 啊他profit一直有进来每个quarter进来吗 你看从那个啊2020年3月是29.7个percent improve嘛 然后过后下一个quarter六月就64个percent吧然后再上就67 300多100多 他有赚钱的 所以看到他的盈利啊 有一直上 所以他盈利啊他一定要算进去他的那个公司里面 的那个我们所谓的他的 啊他的价 我们讲有一个价有一个价值的嘛 那么这个价值啊他自然会提高他的股价因为人家 觉得说他未来他会赚钱的他们会去买嘛 所以你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以前是亏钱然后突然间他这样子赚钱他会上了 短期之间他会上一点 然后他有这个机率啊我先跟你讲有这个可能性啊我不懂你你是买了是吧 啊是我不懂啊但是你问我我就很直接的讲了是会上啊 但是说空间你要注意咯 然后空间 我再注意看我再帮你看一下那个空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状况 一年空间啊OK 一块钱啊我是看到是一块钱的 你一块钱的那个空间你要注意啊如果说他上不到一块钱啊 然后没有盈利进来support他还是什么的时候你要特别要注意一下啦差不多一块钱左右我刚才算到差不多 我nearly那个地方 所以啊 他会不会很快去到我不懂啦但是这个可能性是存在 这可能性存在这个公司我这样看是存在 OK 看一下有谁进来啊 啊 drb highcom啊在这个时候还会去买drb highcom啊 我看一下mast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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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你好 OKso 看一下是 等一下你等我啊 OK那么基本上drb highcom呢 现在 现在去买 的话如果你要收这只股啊 我看你要怎样玩啊 我跟你分享一下怎么玩这个股 买了吗 买了吗你买什么价位哦 如果买了在两 我看如果是会买的人应该是about两块钱左右啊 快多两块那个那个阶段是吗因为那时候是上去嘛然后过后上不去他就掉下了 掉掉回下来 OK 这种股你要收drb highcom他market回来的时候啊尤其如果我这样子看啊 他盈利肯定会受影响的现在 肯定会受影响虽然说他有增长 他有他有那个 有弱一点点不是很多但是他的 N都是 都是negative for this period of time 我看到有这样的可能性的存在啊 那么呢 简单的来说呢如果这一只股 你要收的话要收很久啊 要收很久一下 然后过后啊当然我是觉得不错啦 是有机会会上回去的 他应该上回去的时间点啊你要过了今年了 过了今年 那么不要灰心了 不要灰心就是说 最重要就是他跌的时候啊 自己要很会保护自己的那个资金这个我是这样子看啊 就简单来说你看啊 比方说你资金是 100千啊我用100千讲来容易点好吗 OK100千买了 他亏个20% 亏个20%啊等于就2万块了吗 2万块你要你就2万没有了就剩80千吗 所以80千啊他要回去啊差不多25%左右了 所以问题是啊他会继续上去嘛这个是重点 所以你要怎样知道他会继续上去 当然我们的疫情要要比较recover一点啊这个是第1点哦 然后第2点哦 他recover了过后 股市会上先的 股市上了过后差不多6个月到9个月 我的 expectation啦 应该是2022年是会回来了的 经济会回来啦 可是他不会回来很多 但是他会慢慢回来 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的时候 DRB Hikon的 demand就会上 所以我 我觉得 如果你有 看你要先就是说adjust一部分出来 然后之后再 买回去 还是你有 钱在后面 蹲住说 啊他跌了 不要管他啦 然后他跌跌跌下去哦 我再买多一点 leverage到他让他上 等他要上的时候我再leverage他让他上 上了一步就直接赚钱了就 就离场 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策略的话呢 是 是ok啦如果你是跟着我刚才讲的策略做 那么他的股价你要注意是差不多2块半左右 他每次啊他有一个 有一个BG的你知道吗DRB Hikon 他每次差不多到2块2块半左右那个价位的时候他都会跌一轮的你注意去看在2012年 2014年还有2018 19跟10之间 他一直会重复发生这件事情 有时候啊有一些股票我要跟大家分享 ok 你投资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有一个东西就是说 我投了他让那个价位很奇怪每次他就是上不到 他就是一定要跌下来的 他一直重复的我可能好 好久好多年啦 比方说 两年一次 可能说或者10年里面看到会有四五次发生这样的情况 如果你有注意到这样的状况 他那一个我们讲 比较 比较危险的那个 那个卡 就是2块半 DRB Hikon 所以我不懂你买什么价位啦 如果你买到很高啊 这样你真的要想办法 这样子去调那个 adjust那个价钱给他比较低一点 要不就是比较低一点再回来的时候再买 要不就是能先卖后面再买回还是怎样 你要adjust回来 然后把那个 那个所谓的 亏损把它赚回来 我们最必须的就是亏钱嘛 因为在股市里面啊 如果亏一个10% 我们要赚回是很快啦 10多%赚回来的 20%你就要花25% 如果你亏一半啊 等到50%才砍仓 要赚100% 你懂几通股吗 不是这样简单的 100%一只股票要赚 你真的要找到一个好的公司啊 我不会跟你讲那种 天花乱坠啊 讲到很有 很容易啊 每个人会讲 这个一包涨包涨 没有的 我不会这样跟你讲 因为我本身我在这个市场 我自己在里面赚 我知道了 什么能 能我们就讲能嘛 不能就讲不能嘛 对不对要 你同意我的讲法吗 比方说去 不能跟人家讲能 或者能跟人家讲不能 我讲不出的 还有一个更好笑最近跟我讲 他说 哎最近听你讲 疫苗股 他讲哎复苏股不能买咩 他说只可以买疫苗股 我讲我没有讲啊 我都没有跟你讲复苏股不可以买啊 你要买复苏股 我也不能 不能控制你的吗 你要买买买 我跟他讲 但是你讲买 我就问他你讲买 你是 塞浪 比方说200千200千买 你买下去100万100万买下去 还是你是 可能说分GP来买先 他说没有啦 就是有机会就是塞浪啊 我讲你这样子玩肯定是 危险 我只是跟他讲危险 因为你要买复苏股 现在不是不可以啊 复苏股OK的 可以赚的好像也是有人问我 刚才谁啊 Steven啊 Steven我想到你了 在那个照片下面 你有comment的 你问 根定马来西亚是吗 你问根定马来西亚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stock可以买啊 你问我OK 复苏过后 我跟你讲 很多股票 都会回来的 但是他不会一次过回来的 他会慢慢回 所以你不需要紧张 也不需要担心 他肯定是分 分一个领域一个领域 慢慢上 大多数是这样 当然 有时候有暴冷啦 有时候暴冷啦 就说他会 一起来 如果你怕的话 怕他一起来的话 好像你问我跟定马来西亚 问我跟定这些 我之前都讲过的嘛 他复苏 这些公司 他们有看头 对吗 这个东西他复苏他有看头的嘛 所以你知道他有看头 你明知道这些复苏有看头 就分 分批咯 比方说他很便宜的时候 OK 我花一个30% 买一点点来收先 对吧 他在跌我心不痛吗 为什么 比方说 用100千讲啦 也是比较容易啦 100千 买30多千 他跌下来 他跌到低低了 他弹回去 你在30多千进的话 你把他拉到一半了 对吧 进的价钱跟最低的一半去了 如果说他真的确定他回来 你在另外的30多percent丢下去的话 上了不是赚了 不会怕吗 然后中间这个 这个阶段 如果那个公司是 有一些 我不是讲更定 我不是讲别的公司 有些公司好像有给dividend的嘛 如果他给dividend啊 公司有赚点钱啊 他每次造营业的话 他有钱 你dividend遭手 你何乐于不为 好过那个钱放在bank里面 放在bank 除非你放 fix deposit fix deposit可能还有一个 几个percent 对吧 那么放在枕头几下没有用啊 都没有钱啊 所以钱是要做工啊 钱是要做工啊 我们要给他去做工啊 给他去找 给他去work 然后不要说nonwork啦 你不要全部 找他去 所以资金管理只要做好啊 其实没有太大问题了 那么car one 有人问我car one car one是good的啦 car one公司好的 不用问了 不用担心太多 那么如果要走长期的话 其实是 我看一下是不是这个啊 是自家吗 我有没有看错啊 等一下 啊对对对car one ok car one可以收的 可是你car one的话我先讲啦 这个是我们的股有谁啊 我看一下你的名字 啊 这个是 Mr.Kuo Kuo Mr.Kuo 哇 郭鹤年的Kuo Mr.Kuo你好 OK 如果说你是car one啊 你投car one啊 看你怎样买 如果说今天 car one是买了很多 你不用怕 因为car one他长期是有机会的 他这种生意 我跟你讲是 我们讲 不倒翁生意来的啦 打不死啦 所以 如果你走这样子的路线投资 我是觉得 比较保守 你应该是那种保守派的 那个投资的方式 如果是这一支股票的话 那么 可以说啦 我是觉得我的看法啦 如果car one我投到的话 我是会收的 因为 公司不错嘛 不用浪费太多 口水去讲这样多 分析这样多 没有用的 好的公司就是好的 你要看当然你要看 最主要好好的公司 我怕的是什么呢 我怕的是他们乱乱用他们的钱 你要注意这个东西而已 所以现在疫情的时候 其实我们投资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三个秘诀 三个秘诀 就是说 它是水 我们要像水 然后想现在我们的心情要像水 对吗 投资也要像水这个方式去分析 什么叫水 OK 水 广东话叫水水水水 对吗 水就是钱 就是说 公司 现在的这些上市公司 他们要有赚钱 如果他现在没有赚到钱 他要有 未来的钱 就是我们看到 未来他有机会赚到钱 要很明显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这个他已经有 合约了 或者他有什么了 我们知道说 他已经在 就是进行着 然后未来这笔钱会过来的 这个 第一个 他要有水 他要有 第二 我们这个水 他要随机应变 为什么呢 水会随机应变的 你看水 如果你 我们以前 今天晚上如果有时间 你可以YouTube 你都可以设想 其实水 我很喜欢水 为什么 因为水我们对他讲好话 你每天跟他讲 我爱你啦 我喜欢你啦 你很漂亮 你别跟他讲 他里面的结晶 到时候我们去造的时候 他是好的 所以我们喝水 其实也是很讲究 然后如果说我们今天 我贴个纸 我讲你很丑 我很讨厌你 没有没有 我现在没有讲你 所以比方说 我们讲他 他水的结晶也会变的 你不相信你 今天你试一试 水 所以 简单来讲 我们 人的身体也是70多巴仙是水 所以人家讲我们的心情 一定要很好 我们要想好的东西 正念思维 这个是真的 OK 公司也是一样 他要水晶应变 像水这样 因为他会变 你看到吗 水我刚才讲他里面的content 他会变吗 结晶会变 公司会不会水晶应变 你就要看 如果说现在的情况 有公司 他会转型 你看到有很多做那种房地产 做别的事业 他们跑去卖疫苗 你懂吗 喝水 跑去卖疫苗 你有看到吗 大家帮我share出去 给更多人 喝水 对对对 跑去卖疫苗 为什么卖疫苗 以前手套的时候 你看到吗 我们讲手套好的时候 也有很多不同的公司 跑去做手套 这种叫做随机应变 因为他没有生意 他没有生意的话 他不要改变 就没有钱 这样这个随机应变的过程 他一变的时候 他会有一些引力会进来 对吗 OK我先跟你讲 这个引力进来 也要注意 他随机应变 他变的这个过程的时候 他是 比较变到过热 还是 他不可以太热 他也不可以太冷 就好像水 你看这个水 他太热的时候 他会蒸发 变成水蒸气 对吗 以前我们Size有读的 科学对不对 我们不用科学 我们下去我们的那个 厨房 你开那个火 烧它一下 变水蒸气 如果说过冷 我们把它放在冰箱里面 它会结冰 同意吗 OK 这样子 公司他转变的过程 也是一样的 他有没有太过专注 这个现在的转变 比方说他是一个做 比方做房地产 或者比方说他是做科技的 或者是做 做农业的 现在他跑去做疫苗 比方说 这样他这个过程他只是为了赚一点钱 补贴公司的盈利吗 OK 那么他的这一个转变 有没有过热先 什么叫过热 我做很多疫苗 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本身自己那个行业我不管了 可能我暂时都没有得做 我就不管 我专心做这个而已 这样子又不对 因为等着疫情一过 你call business 没有了 那么我告诉你 你整个公司 我们least上去 我们做的行业 自己的 自己的 我们讲 专长不做 我们为了 吃饭 为了 生存 我们跑去做别的东西 这个是不长久的 所以这种 不长久的 所以他的call business 他不可以太热 但是他又不可以太冷 太冷是什么 现在的行业 已经开始在转变 比方说 我们讲 经济性常态 他没有转 好像有一些行业 他必须要搬上网 做logistic 我们讲Grad Banda 做吃的 要叫Grad跟Banda送 我之前有一个朋友 我很喜欢喝他的汤水 我的家 我的家人都很喜欢喝他的汤水 我常常去喝他的汤水 喝他的汤水的时候 我也是 基本上有看到他很辛苦 那时候MCO1.0要来的时候 我很担心 他说这样子关下去 不懂要关多久 要不然我跟他讲 其实在MCO1.0 我就已经讲了 我跟他说 你搬上网啦 你叫Grad把Banda去 送这个汤水 然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汤水很便宜 几块钱而已嘛 有时候你最贵也是 卖人家七八块 你一个Grad来啊 你加下去多少钱了 多少人要买 那时候我就跟他讲 没办法嘛 你不转的话 不能了 过后他也是说 暂时可能 到最后电视 关掉了 关掉了 有一间 我们常常去的 不见关掉了 但是 过后他就搬上网 他有搬上网 我看到了 他有开始 做Grad Banda 也没有办法了 MCO1.0 2.0 3.0 已经一年多了两年去了 没办法了 所以这个时候你不改的话 你太冷啊 什么叫冷 就是冷冰冰啊 市场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不要管 我不要改变 这样不改变也不行 所以你在投资这个上市公司 现在你要 我们要看的东西就是 他有没有改变 他有没有转变 他的行业他有没有做一些调整 如果有 他会不会过日 没有 没有在他的 Core Business 如果Core Business还存在 他有转变 其实是可以被考虑 在内 可以投的 这些公司未来还是有前景 有盈利 有转变 喝水 喝水 那么 第三个point是什么 第三个point很重要 水嘛 水就是 纯洁的意思吗 水就是纯洁 后利 纯洁 那么 我们知道说 水 好像 上市公司 尤其是 老板 或者是团队 他做这个生意的时候 尤其是在现在 我都知道很辛苦 每个 上市公司都很辛苦 在这种这么辛苦 跟艰难的情况当下 他是不是有 保持着 这一个 纯洁的 这一个 我们讲character 他的文化 还是说 他的账目有问题 还是说他 可能 薪水还是照拿这么高 还是说他没有去 没有去 就是没有 没有去保持 他那一个 那个honesty 就是 信任 诚信 这个很重要 因为在这个时候 我们在投资的时候 这个阶段 现在我们去投 其实现在是看到 人心的时候 人在顺境的时候呢 你看不到的 好像公司也好 你在公司 你就可以看得到 我们比方说 很多老板 喜欢讲一句话 我又 什么 赚的时候 就大家都是朋友 亏的时候 各东西跑 对吗 那么 人都会在 逆境的时候 才会看到 真相的 真实的人 真正有问题的时候 谁会站在你身边的 那个才是你真正的朋友 同意吗 同意在下面写同意 那么 通常 顺境的时候 看不到的 顺境的时候 每个人都会 都很好嘛 所以现在你这个时候 你看到如果那个老板 他还是保持到很好 他没有去改变他自己的立场 他还是很坚持 用心的去搞那个企业 那么这个企业我告诉你 未来是好的 OK 好那么讲到这边 讲到Galwan了 我就开始 你很准 专题开墙 一开始就从8毛 飞到9毛2 感恩 用猜说 用猜说 不客气 我只是有那一句 说那一句 有时候也 说 我很 很简单 我看东西是看趋势 这里我再复习一下 大家 三个东西 要有故事 公司投资 要有故事 要有盈利 要有趋势 只要这三个东西存在 他不飞是不可能的 这是不可能 OK 每个股票都一样 股票其实卖最好 哇你问我这个back 我没办法回答你 这个是一个学问 我要讲 要讲很久 卖有些人是用technical 看有些人基本没有学到很多方法 但是我可以大概总结我10多年的经验 大概跟你分享 我通常会卖股票的时候 都是公司 我觉得不行了 大多数是这样 然后 或者是 我需要用到钱 我觉得说 我要用钱了 投资都是这样 投资 我们赚到钱了 我们觉得我要用到钱了 我就卖掉 OK吗 大家帮我塞出去啊 我喝水 塞出去跟更多人进来啦 一起问啊 一起问我不要讲太长啊 不好意思啊 有时候每个股票讲太长 可是你不要我讲 我又 又不能了 你要交要交到完 你不可以交一半半 等下那个人就不知道 为什么你这样子讲 对吗不可以吗 我不可以 你以黑啊 就随随便便 这样子也讲 我不可以 我做不到 手套为什么要等到明年财报才知道未来啊 Garry Monk 现在不懂是不是你啦 因为之前是有一个也是这样问我 我讲一下 OK 其实现在我们先来讲手套啦 手套到这个阶段呢 其实很多手套公司都已经趴 趴着了 什么叫趴着 一个人这样子趴着嘛 你看他股价是趴着的 趴着已经平稳了 就是说他整个身体趴下来了啦 就是说平了啦 OK那么为什么我会讲说要到年底 OK其实是这样子 每个季度 OK我们也知道嘛 手套之前说他说他有赚钱 他有赚钱 很多有赚钱嘛 盈利都一直标一直标 但是 过后又冒出来说 ASP Average Selling Price 可能会调整 这个会那个 Demand会不会 影响 那么呢 所有的东西我告诉你啦 季度报表可能会改变 季度报表可能可以调 但是我们的 annual report是不能够做的 一定要准 一定要audit的嘛 所以呢为什么我会说到年底 其实只有到年底的时候 你才能够真正看到那些上市公司 尤其是那种手套的 他真正有没有被ASP影响 他的demand是不是 没有被ASP影响 还是他有赚的 不是说demand demand跟钱 卖的价钱 他赚回来的钱 只有到年底才是明显的 看得到 very clear 所以你一定要等到年底过后才可以看 这是为什么 我讲给你听 为什么 你问了我就解释一下 Right OK So 我去按到 跳到后面去了 真的非常抱歉 你们前面问了 我看一下 我就看到什么 讲什么股 真的不好意思 各位 OK我看一下 七川 我可否说 新加坡股市 该留意什么行业 那么首先我们来说 新加坡股市 新加坡股市其实现在已经比较battle了 因为他们 疫苗接种也不错 接种速度也非常快 那么又可以打Visor 又可以打Sinovite 你要打4日你可以去 其实新加坡是 比较OK了的 所以新加坡之前 他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讲 银行业 那么银行业他上了 那么上了过后呢 基本上就已经开始卖了 那卖了当然 有一些人偷科技 你可以去注意 如果你真的很想注意新加坡的股票 你可以开始注意一下消费领域 Consumer sector 我可以这样子跟你讲 你去做你的功课去注意一下 Consumer sector 那么银行业我之前所讲的 全部都赚钱了 因为我在MCO1.0的时候 我有更多人讲 OCBC Bank EOB Bank DBS Bank 我全部跟他们讲 非呀 全部非 请问非 所以他们赚钱了 那时候我有在分享会我有提 我说不要再问我了 澳大利亚也是 澳大利亚我有讲 West Bank 我有讲 ANZ 有的人下面跟我做证人 然后我有讲 Commonware 分等 很多 然后我跟他们讲 National Australia Bank 我也讲 我说会非 真的非 非呀 过后他们问我 我说我最后一次讲 我说是我 我会把我的钱 取出来去享受了 为什么 profit这样多了 你懂有一些去到三四十个percent 这么多了 所以我还 我还不卖吗 因为疫情又来吗 那时候澳大利亚又入侵 那个Delta 现在 然后新加坡也是 新加坡比较好一点 没有这么严重 所以新加坡你要注意那个 那个 Consumer 消费领域 可以吗 你去注意一下 他接下来过了年底过后 还会慢慢来 OK我看一下还有 Marsing Wincent问我 Marsing OK啦 Marsing 就是 他老板也很群劳啦 我们看到 也不错啦 Marsing 只是说 你今天买Marsing的话 你看你未来你是 目的是什么啦 那么如果说 我买我相信他的这个 手套 再加上他的这个 Poperty的行业 的recover 他应该会上可能你知道等 不要等比较久一点啦 我的看法是可能要到2022年 差不多 第1个quarter过后 3个月过后 他才会 比较 有起色啦 我有什么我就照讲啦 有那句讲那句 有冒犯的地方 抱歉啊 我照讲了 对不起啊 因为我不可以 我不可以骗了 我讲我讲不下去 OK 那么呢 Kim Long Lim问我QES啦 买在 86给你 看法 QES 等一下 我帮你看一下 QES 我就是 按出来有谁跳出来 我就讲谁的股票啦 不好意思啊 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这样子 有跳出来我就讲 OK 如果你买 QES 我只能跟你讲一句话啦 你买到那个 你叫八毛六啦 八毛六 那么我就要问你 你为什么要买QES先 你首先要问回自己 今天是因为你相信这个公司 还是因为想要进去里面 吵一吵 赚一赚 赚一点小钱 如果赚一赚你找QES就不对了 不应该是找QES来赚的 这个就首先我要先讲 那么 如果说今天你不是赚 那么今天我买QES 是因为基本面好 公司未来有前景 我也相信 这个公司不错 我是觉得值得收的 QES 那么因为 QES它本身的公司 我是 我的看法是觉得说 暂时它的盈利啊你可以看啊 Cheng Yassig 轻易色 从2020年的 3月 到现在 都是轻色的 它的Earning 你有看到吗 你去开啊你去看看它的Earning 每个季度出来几乎都是 轻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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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买到QES 不用太过担心啦 我怎么跟你说 不用太过担心 当然 它现在是整 它现在是什么问题啊 I can run I can run 因为现在疫情的关系 现在第一次疫情关系 我们本来是因为 政治政治也差不多慢慢好了啦 我们说 所以它未来 会慢慢有机会上的 Malaysia 然后外资 是有 有开始有留一点点 没有很多 因为他们开始在布局 我可以跟大家 稍微透露一下 就在布局一些 比方说 亚洲国家 跟东南亚的一些 比较low PE 或者是 low low value 比较便宜的股票 就是开始布局一些 但是他们不会 满藏进去的现在 因为现在的Delta跟那个 美国的那个 Jerome Burwell 下个 下个月啊 看下个月 下个礼拜可以吗 来得及吗 因为我不要稳点啦 下个月过后 他会 他会不会在 2021年就开始 减 他的decision 决定就是 我2021年 我减了 我不要买这样多 那个 国债 或者说 第二个 他之前给很多那种 救济的嘛 就好像我们 马来西亚不是有 Prihatin 是要给钱吗 去救这个 市场 你们没钱 我给钱 Support 那么这个 他因为现在 很多人有工作做来了 他就开始做了吗 还要减 还要缩减 如果他缩减下去 我告诉你 就是 又缩减 又买Support 股市就跌 股市一跌 他经济 当然经济市现在是ok了啦 他是讲ok啦 这是他讲的啦 但是你问美国人啊 美国人觉得 not very ok 因为 现在啊 也是 要救三个组别的人 第一个组别人是 不敢出来工作的人 因为怕疫情的关系 不敢出来做工 然后第二 就是那个 我们讲 妈妈群 妈妈群就是因为要照顾孩子 他们有一些特地 特地照顾孩子 不要把孩子送去给baby sitter 因为怕 现在小孩子美国很多中delta嘛 你要送去给baby sitter也怕嘛 所以他们情愿不要做 拿那个 我们讲 政府津贴啊 待在家顾还是更好 比较安全 然后还有那种 mid midterm crisis啦 就是转行啦 那些要去救咯 看他能不能救到 可能会有不同 你要看一下 新加坡我在讲完了 我把他拉下来啊 FPR我昨天 不是昨天 上一个直播有讲 你可以听回去吗 上个直播啊 就是我不讲啦 因为已经讲过了 上一个直播 抱歉啊 你听回去 我有讲了的 上个直播 你就说下来 你就看我最 latest的这个直播 过后 之前有一个直播 我有讲到了 OK 那么这一边咯 你要问我 我看看 硕心过 FREG跟 DASCO 哪一个比较好啊 看你的吗 然后Ryan 看你自己啦 然后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OK随便啦 我帮你看一下啦 我 我看一下如果是我 会选哪一个 随便玩玩一下 看看一下 TA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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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如果是我啦 我啦 如果是我 这个是该谁问我看一下是 我们的股友谁啊 跑掉去了 购力哦 我看不到你了咧 你的名字 啊有有 Rain Rain 如果是我啊 我会选TASCO OK不要讲我没有讲 TASCO 可是咧 呃 我不会 赚很多钱在里面啦 OK 我只能够给你讲到这边啊 OK Victoria问我 Alliance Bank OK 如果你问我Alliance Bank Excuse me 喝多一点 不够水不够水 大家把我share出去 把我share出去 把我share出去啊 喝多一点 最近一直讲一直讲 有我课 有我课也是讲 一直讲一直讲 没有停啊 OK Alliance Bank 你问我Alliance Bank 因为之前我也是有提过银行 对吗 我有提过银行嘛 那么停行提的时候 全部很便宜嘛 Alliance Bank我提的时候 那么接近两块钱左右 有飞到两块多 然后呢 飞到两块多了过后呢 疫情 continue 它就跌回下来 因为本来以为复苏了 所以你要看你自己 如果你今天买到价位 我不懂你买到什么价位 但是 我可以跟你讲啦 银行股啦 它复苏过后呢 它会回来的 我可以讲它会回来的 只是 你进到价位什么价位我不知道 所以 我的看法是这样 OK 之前分享会的时候我跟他们讲 很多我都有讲 我直播啊 财经趋势团我好像也是有讲 我不是说你们有赚到钱的人 你如果要adjust 一半 你懂为什么要adjust 一半吗 你拿一半的钱先 你profit的钱 你拿 就是拿本钱跟profit的一半拿出来 他跌你不用管他的嘛 你都知道他未来他会上吗 是不是啊 这样我让他上 比方说我拿一半 我profit也拿一半出来 我的capital也拿一半出来 OK 他跌跌跌跌 他跌了他转回去他要上的时候 我拿一半的钱 再进 这个是一个做法 第二个做法 如果你觉得赚够了你要下车 就比方说我两块钱 比方说你两块钱买两块多 你要 你要下车 不要再进了 可以吗 可以 你觉得你可能有别的 比较好的 我不要买他了 复苏有很多复苏股吗 我不一定说我要选他了 如果有这样的想法 可以吗 也是可以的 所以可以讲同样一支股票 还是可以赚钱的 你要懂怎样做罢了 不要怕那种 短期的那种flotting 很多人很多的我注意到 他买股票 短期的flotting他很怕 为什么 我有注意到就是他没有调整 他的资金仓位 就简单来说 他跌的时候他不舍的走了 涨的时候 更加不用讲 涨多一点 涨多一点 没有的话可以讲 见好就收了 很多东西你要注意 他的价位到 他有一个价的 股票是有一个价 还有第2 就是他的趋势 他趋势如果转变了 你不可以再留了 你要先走 我们要先走 走了过等他趋势回来的时候 我们再来 就是这样 一直转罢了 那个钱 转来转去 不同地方 OK当然有很多人讲我做价值投资 我买一只股 我买 10多20年 我收在那边 以前可以啦 巴菲特的灵带啊 以前没有 internet 以前又没有 没有那个 software free的software 没有router 很多人看不到这个东西 然后以前也是没有 这么容易像我这样开直播 跟大家讲 去哪里看什么 没有吗 也跟大家分析没有的 以前没有吗 所以变成以前 我们买了好的股票 我们收久久 是很容易的 可以赚钱 现在比较难一点 现在已经是新一代价值投资方程式 所以我的 我的书 跟我讲 每次我都会讲新一代价值 我都跟大家讲 都是 已经不一样 不一样了 所以你都也是走趋势的路线 以前我讲趋势啊 很多人笑我 很多人 就是讲我啦 有讲趋势 能吗 他讲 看 讲价值啊 我讲 我也是有看价值 我不是没有看 只是趋势 为重啊 可是讲讲讲到现在全部人买讲趋势 你看你讲我 讲我讲东西不对 所以你看我看的是未来吗 对吗 所以我们回来啦 So Alignment Victoria OK吗 OK So CITOS啦 CITOS啊 Lim Yosin Lim Yosin Lim Hello Lim 很专业啊 看你穿的那个 那个照片很专业啊 Professional CITOS好啦 CITOSOK的啦 只是说我对他了解 还不是很深啦 我讲 比较direct一点 可是CITOS是quiteOK的 如果你以他整个模式 他的那个 商业模式是快OK 但是我的想法是你读多一点 他的Postback那些东西 他刚不是上市咯 你要读他的Postback 这叫Postback就是未来 他的这个商业模式 我觉得比较偏向商业模式了 CITOS啦 他会矿充别的 你不要他不要乱乱做很多东西啦 就说有很多 公司啊 他们上市啊 他们就是集职嘛 上市的目的就是集职嘛 很多人 然后集职他拿到钱了 他这个钱拿去做什么 他会去 有些就会直接拿去做他自己的本行 他的core business 这样子是最好的咯 因为本行是最强的嘛 那么有些他拿到钱了 他就会矿充 我本来我没有卖鱼的 以前我是卖 比方说我以前是卖什么 以前卖家私的 我现在跑去卖鱼 跑去卖螃蟹 那么家私也做 卖螃蟹也做 那就要注意了咯 这个卖螃蟹的行业 这个卖鱼的是谁在做 他请谁 他的最主要那个高层那个人是谁 如果那个人是不会这个行业的 他只是丢钱进去 我们叫venture啦 就是尝试 冒险一下 看这个事业能不能 提高一点那个 profit 这个就有危险 所以很多上市了 过后你就要注意 好像Mr.DIY就没有嘛 Mr.DIY你看为什么他一直飞 我讲个例子给你听 因为Mr.DIY他做的事业 他拿了他机制了 他就是要 要做很多branch的嘛 这个是他的 他的 我们讲他的商业模式 他要做franchise business 所以当他这样子做的话 他的 他的构思 在他的企业构思里面 他做的是这个模式 所以当他上市了过后他拿到的钱 他还是继续的这样子做 这个就没有问题 就影响不会太大 但是如果他一转的时候就很大的问题了 你要看他团队是谁也是 他转的时候他的ROE Return on equity 会不会大跌 如果他Return on equity大跌啊 就是他 convert那个钱 他的equity赌钱 能力减少了 为什么会减少 本来是有的 他ok的 因为他开一个新的生意 他dialute掉了 所以他才会跌嘛 同意吗 OK啊 只是我 5 cent的分享 OK大家看一下 谢谢老师不客气 Dnex Dnex做么呢 还要呗Dnex 你是吵是吗 Dnex之前是可以啦 你现在是做么要买Dnex 你要讲给我听哦 你解释给我听先 为什么要买Dnex 哎呀真的是 我看一下 是可以啦 我不是讲不可以 等一下 我开玩笑 开玩笑 开玩笑 不要不要不要介意 不要介意 ok Dnex是这样 我跟你讲 他有一个性格 OK 他的性格 我只能够这样跟你讲啊 他的性格 你看他上了哦 他现在一直这样子下嘛 在这个阶段啊 我跟你分享一下 这个股友 Andy Ho Hello Andy 你好 我叫Tony Nice to meet you 现在不能share hand Nice to meet you high five high five 给我一个five 那么如果 如果你要玩Dnex 你要很注意一个东西的 他这种时候啊 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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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跌一跌 他 再加上他的盈利 的状况 现在 我公平一点啦 对Dnex 比较难 Andy看到你害了 比较难一点点 我先说 比较难 你在资金管理很吃力的 就是说OK 我今天我买一个30% 他跌下来 我又在average now 把它拉低一点 然后上去我一定要卖掉 卖掉过后我又再进 可能不会进太多30% 他又在跌 我又在average now 他又上我又卖掉 就是他会比较偏向 比较偏向操作方面 比较难一点 他不能说就是 我买了 我收在那边久久 你收在那边久久 你会很辛苦 讲辛苦 我知道 你想看我讲的有没有道理啊 有道理等一下你comment 就是 看到他赚钱的时候 哎哟好像还会还会上 不要卖他 跌下来 哎哟 就是进了我们的entry price 然后 进了entry price 哎呀反正都没有 就等一下 他又跟你跌下去 有没有这种感想 如果有在下面写有啦 Linux他会这样 现在 他会到 可能到明年了 你要注意 所以Linux比较挑战一点 我有这一句讲那一句啊 大家 拍谁啊 冒犯冒犯 因为我能就能啦 不能就不能 其实 只要企业 我讲真的啊 一句话 老保好好的经营企业 你如果公司做得好 你不用怕没有人投资的啦 这个公司 同意吗 如果说我今天我企业做得好 不用怕的吗 肯定有人买的 我跟你讲 我第一个去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也想做你的股东 我也想去分一点红利 我第一个我想要 所以每个人都是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好的公司 这个是理所当然 人是常情 Scomnet 我们来Scomnet OKScomnet 你今天要看啦 你今天要收 要注意啊 Scomnet我知道为什么你问我啦 Scomnet要很注意很注意这个东西 它来临接下来的那个盈利 我看到有了的 Coming了的 它Coming了的 它有 比较不错了啦 Scomnet 如果你买到比较高位 就没败咯 没有办法咯 如果你今天是比较低位买到的 Scomnet它如果盈利一直进一直进 它股价也是会上 它recover过后它会上 我是看到这样啦 但是现在比较痛苦一点咯 你要忍咯 真的 我那时候比较痛苦一点啦 Scomnet是现在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啦 You must be ready for that 如果没有的话就 就 不可以了 不可以投这种股咯 你要投有趋势的可能就是疫苗咯 现在全部都是跑疫苗啦 它的风在那边嘛 不是不可以的 有些附属股也是可以的 只是要比较慢一点回来 没有降快啦 没有说什么 只是可以买一秒 不可以买别的 没有也是可以买的 没有人讲不可以的嘛 只是比较慢点啦 摩扎也会下吗 摩扎 你给我想一下怎样跟你讲啊 压力哦这个你问我 挑战哦这个东西 不可以得罪摩扎 哈哈哈 OK如果你问我摩扎也会下吗 啊 挑战 摩扎能不能还会再下 我先跟你说啦 摩扎呢 你要分批买入的啦 就是说分批啦 分几批买入 然后第2点呢 要收了 要收 收啊收入 比较久 如果说啦 今天没有那个 耐力去收啊 跟没有做好心 你准备去分批买 已经撼扎下去了啊 一轮啦 比较辛苦一点啦 你要忍 你真的要忍 他会他会回来啦 可是比较 需要一点时间 好不好 我这样讲可以吗 这是给我们的谁啊 看下谁问的 Sobme啊 Sobme没有看到你的脸啊 你的你的那个那个照片没有 所以我我没有看到你 我不懂啦 所以我照讲啊照讲 Garry Mo 美金还会上吗 美金你问我是美金不是黄金啊 美金 还会涨到多少 OK首先我要先给你讲 美金 他是会上 我 我先跟你讲 会上 不是乱讲 我给你讲一个道理 你看现在美国啊 他一定是要做一个动作的 就是 调整 他的利率 他利率这么低 0%到0.25 他可以放多久 好像马来西亚 你讲马来西亚像我们1.7多吗 你可以突然间马来西亚一个percent 你用1.7多已经是 我们算是 其中一个history的low了 你懂吗 你不可能给他这样子hold在那边这样久的嘛 对吗 这样hold到这样久 等一下bubble来 泡沫来 所以他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 所以他现在他在考量的东西是什么 就是说这一个 我们的那个 工作啊 那美国不是很多就业机会什么开始慢慢复苏 他要做的是他要考量 这个东西会吃多久 然后他 很明显的是他的那个救济不需要给这样多钱了啦 不需要去救这样多在美国 因为之前救的已经 超车了 什么叫超车 overshoot了 给太多了 然后给太多 然后现在他反而要收回来一点 所以他在讲要减吗 降低那个买那个 那个国债吗 OK 那么如果他去调整他的这个利率呢 他的美金就会受影响 那么他的经济未来如果他 控制 这个Delta病毒 控制的好 他是上的 因为他基本功已经做好了 Fondamental做好了 所以美金上 他可是 我要先讲 可是 我要先跟你讲先 短期这几个月你要注意 他美金可能会有调整 他会可能会上 上上下下一下子 他会有调整 可是长期的话 他会上 我这样子跟你讲 因为 我不可能 等下一点点的那种波动 你又告我讲 这么 没有跟你讲先 他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你有注意到说现在 美金对瑞士法郎 Swiss Franks 他不是跌咯 最近 刚刚罢了吗 拜五拜四的时候 为什么他这样子 因为他们跑去买瑞士法郎的那个 也很多 基本上开始慢慢要去避嫌 所以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发生 我跟你讲 你要注意一下 OK MG MFC MFC 我全部这样 我看一下 M MGRC 等一下 我没有看错 OK MGRC 0155 我们先来讲015 我们来 分享一下 0155 negative 互利 怎么买呢 可是他伤以为 一定是这样的对不对 你想 我挑战一下 他讲 盈利 第一个 之前跌了 可是现在上了 OK我可以讲 这种 你要买这样子的类似 我有看到他的那个 他的 News OK 是 快 短期内来讲是快OK的 OK MGRC短期是 快OK 什么叫短期就是说 比方说到年底 左右这段期间 他还是会 可是你要注意 就是他中间 如果有什么差错出现 比方说 你要注意一个东西 就是 有大的量 大的量啊 一个礼拜里面 红色红色红色 卖很多那个量的时候 然后他卖很多了 过后 他突然间又弹回上去 又再有 有人 少一点点 可是他 弹回上去的那个量 那个价对不起 价 是不比他 之前他在最高掉下来的那个 那个价钱还要高 然后他开始又开始下回去 那个就是反 已经开始有人要 抛售的 那个状态 先跟你讲 注意一下 OK OK 这边呢 我看一下 MFCV啦 MFCV 我们来聊聊一下 MFCV啦 OK MFCV OK MFCV啊 很多人买喔 最近也是有赚 开始慢慢赚钱回来喔 有啦朋友有些也是跟我讲 他们买啊 买MFCV 可以要收咯 MFCV要收啦 长长跌跌啦 长长跌跌啦 不要慢一点啦 可是是可以 可以收住先啦 我觉得是 快OK的 是我的话 我这样子做啦 这个是给我们的 You weekend 也是很久没有看到你 You weekend 以前我记得有看过你 可是很久没有看到你 好看一下 Sermbug 我refresh先啦 Sermbug Sermanda Hugh问啊 Sermanda 这个时候问我这个问题又不对了 为什么我这样跟你讲 以前啦 我们在1块4毛多的时候 我曾经有跟人家讲 我说你去看那时候 我是没有 我是没有看到 没有private placement之前 OK啊 然后就上到两块了 然后掉回去1块7毛多 那时候我不是看到private placement 我就出来讲 讲了过后 就 它冒到满城风云 你也知道什么事情啦 过后很多人 有走的走 那么 现在的情况啦 我是 比较公平一点啦 也是要对Sermbug他们 他们的公司 全部人 因为账目我刚才都讲了嘛 我倒一杯水 然后我跟你讲 这杯水 我只能够这么说 水 现在必须要清 你要去看一下 现在已经不是看公司了哦 要看 轻者 自轻嘛 是不是啊 去了解一下先 去研究先 投资每个公司 你就是 称为他的股东 是他的老板 你要跟他分红 如果说你今天要分红 这个人 他如果OK 你觉得没问题 买粉红 跟他 如果你觉得 人不行了 人不行 事就不行 事就不成 人不行 事就不成 因为我也记得我讲这句话 那么人OK 那么其实什么事都成 这个是很重要的 通常问题都出现在 都出在人 人方面 去注意一下 只能这么看啊 这个是我可以跟你讲的 OK Dialog Dialog 有人问我 Wendy Wendy 我看到我硕行过后 我看到Dialog OK Dialog 如果说你本身是买来 我看一下 最近已经开始有一点 还不是最美的进场时机 OK我只能这么讲 我知道你在等了的啦 你今天会这样子问我的话 只有两个可能性 可能你已经买了 如果已经买啊 不小心已经买了的话啦 我也是跟你讲啊 你要准备钱啦 你要准备多 多一笔钱 你要不就是 Average 不然你现在 砍仓的话 一定是心痛的啦 不要骗我啦 很多人跟我讲 可以砍仓的 来讲买了 我砍仓啊 很多人啊 讲 讲啦我自己本身啊 我也是对我自己是很严格 即使是我做了这个决策 我买了之后 我不会跟我自己讲100% 我一定是对的 我错我认错 我觉得不对了 我就是要走了 你不可以说 错了 不认错 如果不走 肯定后面子弹要够 如果买到啦 如果还没买 时间还不是最美的 OK啊 谁Wendy是吗 刚才我记得 HelloWendy 是吗 不是不是Wendy 我忘记了 太多人了啊 不好意思啊 如果记不到了 OK那么在这边呢 看一下还有人问我 我会看啊 一些人 燕姬问我 老师请问你怎么知道他们去投资 类似法郎货币 这些资料是怎么得到的 哦其实这个是我的经验 因为我 我有很多 朋友 那么我自己本身也是 我自己做群职投资嘛 当然我的 我的知识一定要有嘛 那么他们为什么投类似法郎 那么类似法郎是其中一个 他们必须要避险的 一个地方 我们讲避险的货币 所以呢他们 美金跌嘛 美金跌没有地方去 他就跑去那边先 暂时讲 这个是我回复你啦 Yengi啊 希望能够 回复到你这个问题啦 这是已经是货币的东西了 它是 不同的东西 那么 Gary又追问了 Gary Gary我跟别人讲先好吗 不好意思 因为刚才已经回答你一次了 给别人机会了 OK我看一下 Jackson问我老师你认为 近期内中国跟香港资金 都撤出来了 回流美国的 本土 近期会对美国股市有什么看法 OK美国股市是会 近期内会得到支撑 我们什么叫支撑 就是他不会说大跌了的 你有注意到 Jackson 他不会说大跌嘛 可是他的问题是在哪里 现在他们担心的是一个东西 罢了就是说 突然间的 因为现在美国联邦储备啊 人家摸不着他 你懂吗 你懂什么摸不着吗 就是 连我啦 我自己我也是说 在 一直摸着 他在 他的底牌是什么 现在美联储 他有一张牌 你网过牌的人都懂 A S 是很大的嘛 你丢那个S出来就是最大的 所以他要不要丢这张网牌 这个是重点的 所以我也是在等 看他的底牌那个S他要不要丢出来 如果他丢出来 他也是有风险的 他现在马上 把他的那个底 开出来 股市崩的话 对他有好处 全世界一定赖他 一定是 骂到乱的 所以他现阶段他很小心 所以我相信大跌是 不会啦 除非他管理不当啦 当然他的 那个炸弹是在那边的 你明白吗 他有一个炸弹在那边 就是他的 通膨的问题 他要去处理 他如果不处理好他的通膨的问题 他是 他就真的很危险 那么如果他处理他去处理他 马上处理他把S丢出来 他也是死 你懂吗 所以 这样也 这样也是 创墙 那样也是创墙 他只有就是 走到要创墙了 比方说要到那个墙壁了 他转一下 又再去另外一个 蹦墙 不要创再转回来 捉了吗 Jackson他就是这样子 你懂吗 你不觉得他们一直在转来转去 现在讲话 都是这样的 策略也是这样的 你去听他 F1C讲话 你去听看 很奇怪啊 他们讲话 没有实际行动的 你只是听到他讲 不然 他一讲别人就怕了嘛 他一讲别人就怕了嘛 那Fund Major 全部 全拿出来 然后 又去那边 然后又讲 又换出来 又再去那边 因为Fund Major 还要测很慢嘛 不是一下子 测像我们这样 你一两百万 十个million 二十million 很快测的嘛 你要测几个亿 你懂 或者几百个亿 不是一测就测的哦 好像一艘 船这样 对呀 是吗 Public Bank还会跌 Claudia我记得你 你每次都是问我 Public Bank的 Clau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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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blic Bank 呃 他bonus issue过后 其实是 我是觉得Public Bank是 OK的 银行啦 我总之间讲其实我也是蛮 Respect 那个Tay Hong Bill啦 我很Respect 其实真的真的 这个是的确 我们花人之中啊 他算是很 在我心中我是这样 嗯 Respect 但是他也老了 现在 那么别人 别人接收了嘛 那么接收 他做了这个bonus issue 所以我还是觉得说 疫情过过后呢 银行是会回来 他就会被 少一轮上去嘛 我不是在乎那个少一轮上去 Claudia 我跟你讲 我在乎的是他未来还会不会继续上 我相信你也是在在乎是这个东西对吗 如果你真的跟我有同样的concent 很在乎这个东西在这个公司的话 我觉得你真的有必要要好好的 去研究一下他的财报 研究他的财报 OK你要研究什么东西 你要很注意看他的profit 他现在他改变了策略过后 就是bonus issue 其实一个策略了 你把股价调低了 所以股价调低 肯定票多在外面了 你票多 那么 有没有办法 把公司价值拉上来先 如果他拉不上来公司价值 公司价值就是盈利了 他有办法去 去拉上来 如果没有啊你还是maintain回自己 做的东西跟以前一样 没有任何的改变 像这些盈利赚回来钱每天来来去去同样的 就每天做同样事情我们讲一个人 每天他做同样事情 他赚的钱就是这样了 他只有靠通膨 通膨上的话他跟着上那个不赚 那个不叫赚 那个是因为通膨推上去的 每一年平均100多年 我们的通膨差不多3.6% 如果他涨3.6%多的 不奇怪的 还要的是有伸展 你注意看这个 如果真的有他未来还是会上的 我们讲那种一波上的不要讲 那种是疫情过后可能赚一点小钱 10%我们不要讲 我们讲的是未来的 所以你要注意去算这个东西 我也是在看着啦 我也是在看 如果有看到以后没跟你讲 OK 如果没有看到就没有啦 太多了要看了 没有这样多时间 真的太多东西 我只是看我自己比较 我觉得他现在会上的 我就花多一点时间去研究他 然后赚了过后 我就换去别的 比方说我换高的 我就会花花一点心思看比较高的 当然有些我记得的 我就会跟你讲 我有看过那些 我记得我就会讲 OK 所以 当着收股息咯 收股息 收一点点股息 跟收那个资本成长 如果你不要大起大落那种 好像刚才我们讲到 不要大起大落 这个也不错 这个也是可以 这个也是没有大起大落的 但是疫情来啊 还是这种 它会大落啦 你都 这个时候有时候 九九一次 不是每次都是这样的 好吧 好 我看一下 Refresh一下 OK 那么基本上大概是到这边了 我看一下现在时间 差不多11点多了 我不要干扰大家太多时间了 要去休息了 明天星期一了 是吗 明天要开市 明天还要找新 我明天还有一些股票 我要去 要去买 我要去adjust 所以明天要找新 所以就陪大家到这边了 好吧 所以下次我们再聊了 如果说你们有什么朋友啊 今天有 也是可能没有问到什么 你叫我去follow我们的 那个Facebook 我们的Facebook 我Instagram什么全部在下面了 我放了 然后 学出去咯 视频说出去一样啦 可能有同样股票 他也没有问到的 我还可以听 我之前的直播你可以去听 全部有讲到都可以去听 好不好 OK Go market 最后一个好了好了 我一直看到 一直很多人问 还有最后 我最后一题最后一题 Go market 黄金 OK 黄金我先跟你讲 它长期啦 长期啊 它是会上的 它是会上的 但是最近你就要注意了 它会比较波动一点 所以你要注意的是这个1750 这个价位 它可能会去挑战 如果跌破1777 per ounce 它可能会去挑战1750 如果它没跌破1750 你不用担心了的 按了的 它如果它没有跌破啦 所以大概是这样 好不好 OK 想到这边 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 See you guys Cheers 我叫Toni 咱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